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在2016年我想要捲土重来 想要再重回世界赛 不过又再度的失败了 也在去年正式的退役 曾经在一个晚上 我啪啪啪啪收了四封 实质信 一半的船队成员就离开了 当时一起创业的伙伴 瞒着我做了一些不当的财务操作 让我直接跟间接 需要负担超过千万的债务 当时我必须要靠着酒精 跟安眠药才能入睡 每天看到天亮都觉得人生绝望 我年轻时讨厌到这些游戏 有什么讨厌到这些游戏 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我想要找出人生的意义 因为我找不到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 三十几年以来 一直喝酒 25岁之前 我得了非常多的电影剧本奖 我是当时台湾最年轻的导演 然后我拍了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哇 接下来这个世界为我而转 但是那部电影 是绑在床上的一个人 全身是咖啡色的 尿出来的尿液是橘色的 我痛苦到不停地撞墙 然后看着我的妈妈 每天告诉我说 没关系 弟弟明天就醒了 我除了心痛 还是心痛 所以我努力工作 又会拍马屁 又会赚钱 人要好 所以大家都是工友 我应该就是未来的接班人 我老板十几年前 要去大陆发展 迎走前他跟我讲 说我不是他的接班人 三十岁之前 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还债 在我犹豫症的时候 我常常质疑自己 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厌食 暴食 不要说是运动了 连走路都会昏倒 那个时候的我很想改变自己 但是我没有办法